感受着胯包砸在自己脸上的力度,听到了杨娜娜喊中的痛苦,李火旺此刻也感同身受。 感到同样痛苦的她伸出双手死死地搂住眼前的少女。 娜娜,你别这样,我求你了。 感觉到久违的拥抱,激动的杨娜逐渐停了下来,她把脑袋靠在李火旺的肩膀上默默地流泪。 她们这一刻,仿佛再次回到了几年前的学校天台上,当时的她们也是这样傻傻地抱在一起,一直待到天亮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杨娜依恋地靠在李火旺的身上,她现在就想让这个时间更长一点。 可是,她很快感觉到一双手按在自己腰上,开始逐渐用力,想要推开自己。 杨娜双手使劲地抱住李火旺,企图不想要分开。 但她的力气显然没有李火旺的力气大,最终还是被推开了。 看着眼前的少女那双发红的眼睛,李火旺张了张嘴,又停了下来,表情露出难色。 斟酌了许久后,一脸平静的她最终开口说道,娜娜,答应我好吗? 假如那一天我不在了,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。 不好。 杨娜回答得斩钉截铁。 我不要你来决定我的选择,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,我做什么选择跟你无关。 你要是一直不醒过来,我就一直等下去。 说完,杨娜一拎起背包,一转身气冲冲地向着外面奔去。 就在她走在门口的时候,萧瘦的身体却又停了下来。 杨娜面带犹豫地想了几秒后,她又转过身来,哒哒哒地走到病床边,伸手从胯包里掏出一小袋巧克力,冷着脸递到了李火旺的面前。 看着那一小袋精致的巧克力,李火旺看着杨娜说道,今天几月几号,为什么要送我巧克力? 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的杨娜,很显然并不想理会李火旺,奋力地拆起巧克力包装带来。 掏出一颗酒心巧克力来后,一点都不淑女地掐住李火旺的腮帮子,就这么映射进她的嘴里。 感觉到嘴里甜丝丝的感觉,李火旺笑了,娜娜,你这是干嘛呢? 她不想再尝试劝说什么,既然都是幻觉,那劝不劝也没什么必要了。 反正自己穿越过来之后,那边的事情究竟如何,自己也无法做任何选择了。 李火旺这一笑,病房刚刚还有些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很多。 笑什么笑,不准笑,杨娜拎起胯包搭在了李火旺的肩膀上。 嘶,你轻点,很痛的,倒吸一口凉气的李火旺用手捂住自己的肩膀。 切,挨着一下就怕痛,那你脸上中枪的时候,怎么不知道痛啊? 你看看,你现在脸上都成什么样子了。 杨娜从胯包中掏出戴隐形眼镜的小镜子,嫌弃地对到李火旺的眼前。 这是李火旺第一次在这边看到自己的脸上。 在幻觉中,自己依然还是那个青涩的少年, 可那张充满朝气的脸上却被一条伤疤给撕裂成了两半。 那条猙獰伤疤从左上到右下,横跨了李火旺的整张脸, 把他整个脸人的气质都彻底改变了。 李火旺用手摸了摸,感受着伤疤特有的粗糙感。 他明白这伤疤是哪来的,这是那天在幼儿园被狙击子弹擦出来的。 呵呵,这幻觉还真挺讲逻辑的。 李火旺心中暗道。 小镜子被抽了回来,杨纳秀眉微皱地看着眼前的李火旺。 想什么呢?觉得我嫌弃你毁容了吗? 我连神经病都不嫌弃,你觉得我还会在意这个吗? 李火旺笑着摇了摇头,伸手抓起白色被单上的巧克力袋, 先从里面掏出一枚来塞进自己嘴里。 紧接着他又掏出一颗向着杨纳递去,你也吃一颗吧,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吃零食。 杨纳摇了摇头,你吃吧,我在外面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买, 你在这里面,想吃到这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李火旺点了点头,掏出一颗酒心巧克力塞进嘴里轻轻一咬, 丝丝甜蜜瞬间包裹住了他的舌头。 确实,这种味道我真是好久没尝到了, 好久好久,李火旺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思念。 他彻底回不去了,只能再依靠这虚假的幻觉来缓解自己的思乡之情。 杨纳听到这话,脸上露出一丝心疼,用手握住对方的手, 你想吃,以后我天天给你买,我现在上大学了, 我爸给我可多生活费了,足足有两千五呢。 而且,我平时休假的时候做做兼职。 你想吃什么样的巧克力,我都可以给你买, 可是只是我不知道,下次我带巧克力来的时候, 你究竟是不是还是清醒? 杨纳的这句话让刚刚有些活跃的气氛迅速变冷了。 斟酌了几秒后,李火旺把口中的巧克力咽下去, 看着眼前的少女刚决定说点什么, 却莫名地咳嗽了起来。 哎呀,吃慢点,小学那会我就跟你说了, 别在东西的时候说话,怎么样,呛着了吧? 我去开水房,给你倒点水去。 杨纳说着,拿去旁边桌子上的茶杯,就向着外面走去。 嘿嘿,李火旺剧烈地咳嗽起来, 伴随着咳嗽,从胃部到喉咙,全是火辣辣的剧痛。 不对,不对劲,现实那边肯定出问题了。 想到这儿的李火旺,猛地抬起头来, 眼中带着阴冷地死死地盯着杨纳的背影。 你到底是谁?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? 啊,一股钻心的疼痛瞬间从李火旺的胃部爆开, 他感觉自己仿佛胃里有一只活蹦乱跳的刺猬,四处乱撞。 聚疼之下,四周的一切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, 温暖的阳光,明亮的病房,一切的一切都开始褪色。 当李火旺感觉到自己再次回到那山洞之内, 发现自己面前全是血,自己呕吐出来的血。 满脸通红青筋抱起的他,双手握住了自己的脖子, 跪在地上身体整个工程下。 哦,一大摊东西被他再次呕吐了出来。 混杂着夹杂着些许黑色的血水中, 包含着少量碎肉, 一些断裂的细小的黑色触手, 还有一些生锈的铁钉子。 日本红色일费 seni缘同红色脸白色的角度。 对比红色。 在毫无所谓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